大家要完了我 因為我還沒辦法發音這個酒 發了幾萬次都 吃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嗨 大家好 我是哪裡在台灣 馬來西亞人 Snowling 今天我回來我的家鄉 要吃肯德雞 其實我在台灣 好像要吃肯德雞 因為馬來西亞的肯德雞 很特別的 我不知道怎麼改遍 但是對外的皮革 有什麼特別的 是台灣補的 現在這個就是新的口皮 其實它每一天兩個月 都會學菜單的 應該是減兩天 現在已經是六的陷醬了 陷的萊茫 其實重點不是它什麼新的菜單 重點就是我小時候吃的 肯德雞的這個空母的菜 讓大家看看 一個套餐為七十到一百六十塊台幣 裡面還有飯的套餐 但是我怕你補點 我點了最近新出的口皮 馬來西亞的肯德雞 一定有給你的就是 骨粽鹹酒 這個是泰式的鹹酒 Tomato酒 這個是一般的鹹酒 最喜歡的鹹酒 就是這個 馬來西亞吃的肯德雞的套餐 泡布都是有這個生菜 還有這個馬鈴薯泥 我講中文嘛 這兩個一定有的啦 這個生菜是鹹甜鹹甜的 冷冷的 然後那個馬鈴薯泥就是燙的 另外有加這個鴨醬 很鹹的 所以我小孩的時候就跟他兩個炒炒 一個冷的一個熱的一個炒的 這樣炒炒吃 不錯吃喔 還有這個普餐啊 是零碗店的 它叫做 像台灣人吃的 黃金脆酥對不對 它是雞的嘛 它是雞的嘛 一塊一塊的 裡面是軟的外面吃的 上面有加起司的 夠加美乃滋的 所以我小孩也跟他吃起司的 我剛才回來馬鈴薯泥 吃的新口味是鹹兩點 讓大家看 但是不時間剪片 所以就拖到現在 新口味是 有什麼看起來的 綠色綠色的呢 喔 真的好香 生生的來木加香的味 大家都是蛋口味的 你看 這個要溫一點 我看起來一定會鹹兩片 大家都是香料很多 其實我一直勤勞 勤勞有台語嗎 一直在研發性口味的 越吃越香 嗯 現在你的海娘很夠吃 嗯嗯 好 再跟小姐吃肯德雞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